非常多的粉絲朋友告訴我們說 貝福街頭肉醬實在太好吃了 可是啊 如果只是單純的煮肉醬義大利麵好像有一點無聊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我們的香香素廚 他要為我們帶來 如何用居家就可以取得的簡便食材 做出厲害的千層肉醬義大利麵喔 那這樣子香香素廚 請問一下我們做肉醬千層義大利麵 需要準備什麼食材呢 那最重要的部分當然是幫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貝福街頭肉醬 貝福街頭肉醬 那接下來當我們有了貝福街頭肉醬的時候 再幫我們準備第二樣 就是千層麵的麵皮 千層麵的麵皮 那當麵皮也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來幫我們做它的解鎖劑 就是我們的白醬這樣 所以做千層麵還需要有白醬加在裡面是嗎 對沒錯一定要有白醬才有辦法幫我們做千層麵的部分 自己在家裡做白醬會不會很難呢 其實不會它很簡單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完了 好的那我們這樣就由香香素廚來為我們示範 如何在家裡簡單就可以做出白醬喔 那首先我們準備一下我們的無鹽奶油 無鹽奶油 對那再幫我們準備一下麵粉的部分 麵粉 那還有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裡面的祕密武器 它是豆蔻粉 可以增添它一點層次以及風味 如果家裡沒有豆蔻粉 其實沒有豆蔻粉也沒關係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可以增加層次感的小Peple 那這樣除了豆蔻粉我還需要準備什麼呢 再幫我們增添它一點點的鹹度 我們會準備一點點的鹽巴在這邊 鹽巴 聽起來都是一些蠻簡單的食材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操作呢 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把鍋子先打開 先開火 對 那我們就下無鹽奶油 那這奶油的部分 鍋子記得不要太高溫 因為它下去的話會容易焦掉 好的 鍋子的溫度它慢慢升起來的時候 我們奶油它會漸漸的融化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就持續的攪拌我們的奶油 對 一定要持續的攪拌它 不然奶油融化之後 它會產生一點點的褐色 那它做出來的白醬 就會是白色的了 它就會變成一點點咖啡色的了 嗯沒錯 這樣的話就不好看 那我們現在奶油已經融化了 接下來下一個要加的是 幫我們加一下我們的麵粉 麵粉有需要是 中筋麵粉 低筋麵粉 高筋麵粉 特別是哪一種嗎 其實它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為觀眾帶來的是 中筋麵粉的部分 中筋麵粉 嗯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點 它的祕密武器 豆蔻粉 我們就少量就好了 因為它味道太多的話 它會太重會搶過這些味道 那肉醬的部分 吃起來也都會是這些香料的味道 對 那當 豆蔻粉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增加它一點點的鹹度 然後我們就持續的攪拌它 持續的攪拌到 麵粉 奶油 以及香料都 融化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可以下一點點的高湯 加一點高湯 對 下高湯的時候我們可以稍微攪拌它一下 所以在製作白醬的過程是需要持續攪拌喔 沒錯 不然的話它麵粉的部分它會焦掉 焦掉的話這個白醬它就是不合格的 好 加上高湯之後我們還需要再加 加一下我們的牛奶 那牛奶的話它這個牌子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慢慢加 切成這樣 那記得白醬的部分它不可以煮得太濕 那它就沒有辦法做我們前層面的節酌劑了 那當我們依序下完我們的尺材的時候 溫度可以稍微調高一點點 因為麵粉的部分它稍微炒過之後 它會越炒會越黏著喔 那當我們白醬做到快完成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看它是否完成 我們可以拿一支湯匙稍微去咬它 看它能不能掛在我們湯匙上面 讓它可以完整地掛在上面慢慢地滑落的時候 那白醬它就是完成的 那我們現在白醬完成了 需要來跟千層麵做一個結合囉 沒錯 好的 來 白醬過來小心 那我們白醬剛煮好的時候 它非常的燙 那我們會在鍋子底下墊一塊布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首先要幫我們準備好 肉醬鮮層麵 麵皮以及肉醬 那我們會再準備一點 蘿蘿瑞拉起司司 可以增添它一點香氣以及風味 那這樣我們第一層是要放 麵皮還是肉醬開始一點 我們第一層的部分我們先放白醬在裡面 我們可以這樣一直慢慢地消去 所以我們再拿我們的刮板 我們稍微抓著它一下 那我們就把它放開 那放開的時候記得把它四周圍都塗抹均勻 不然到時候的切面它會有點空洞 會做起來的話會比較不好看 然後放開來 那肉醬下去一樣跟白醬一樣我們把它推開 把它一樣四周圍都鋪抹均勻 那當我們鋪抹均勻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再下一點我們的起司絲 那剛起司絲鋪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弄麵皮下去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稍微把它壓緊實 這樣的話它切麵看起來不會比較多的空隙 那它切麵的話會比較漂亮一點 那麵皮放完一樣我們就再下白醬 所以就是這樣一層一層白醬肉醬起司麵皮 好一層一層 那這樣子做千層麵建議會做幾層比較合適呢? 那最少一定不能太少 因為它做太小的話它看起來不會像千層麵 那在居家做的話我們最少做個五層 讓它看起來高一點會比較漂亮 建議五層看起來比較像是千層麵喔 那我們就這個動作要重複五次 就是要疊五次 那我們一樣把這樣下完 我們就下肉醬 像我們剛剛烤箱預熱啊 預熱的溫度大概是設定在幾度比較合適呢? 我們家裡的烤箱的話大約都幫我們設置在220度左右 對,那它這樣烤起來的話就可以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要先用220度預熱我們的烤箱 大概是10分鐘 其實我們剛剛在做白醬的時候就可以先把烤箱打開囉 對,沒錯 這樣可以縮減一點我們工作的時間 那像是我家的烤箱它有分上火中火下火 有沒有說一定要開哪一個火或者是推薦的呢? 請幫我們開上火 因為上火的部分它可以幫我們白醬烤出來會比較漂亮一點 不然的話它要是沒有上火 那白醬的部分它會比較容易塌下來 因為它上面的白醬沒有辦法凝固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家裡的烤箱一樣是有分上火或下火的話 可以上火先預熱 在烤的時候也是先開上火 這樣才可以讓白醬上面可以凝固得比較完美對不對? 對,沒錯 好,當我們白醬最後一層整個把它鋪平之後 鋪成這樣平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烤箱烤了 放進烤箱的時候記得要小心一點 我們可以拿一塊乾的布 一定要拿乾的布 撕的它比較容易受傷 小心喔 那我們放進去大概要烤多久呢? 大約烤個20分鐘 它上層就可以烤乾它 那麵皮也就會收了 那我們就靜置它 等著它烤好就可以了 據我所知啊 我們現在在烤的這個千層麵 其實是第一個階段對不對? 沒錯,我們千層麵 我們總共會烤兩個階段 那我們烤完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加上我們的摩作瑞拉起司 那讓它烤出來的時候可以更漂亮 然後更有食慾一點 更有食慾一點 對,因為它的起司啊 它會化開之後 它會流在旁邊去 天啊 你光是在千層麵跟肉醬 然後還有白醬 就已經很誇張了 然後你上面還要再放起司杯 然後再烤第二個階段 對,沒錯 這是一定要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想像是太過分了 那其實如果比如說 隔天朋友要來家裡聚餐 我就可以先做好第一個階段對吧? 沒錯 我們先做好第一個階段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冰隔夜 那冰隔夜的千層麵 它的風味會更好一點 其實就是 它也跟咖哩蠻像的 就是你多沉澱一下 它是不會影響它的風味 它只是會比較濃郁一點而已 那所以就等於 比如我前一天先做好 那我隔天再加上起司 再放進烤箱 沒錯 這樣的話烤出來 它的成品也會很漂亮 而且風味會更好一點 對,所以不急的朋友 我們可以放在冰箱放一天 之後隔天再使用就可以了 其實它燙這個色澤 它應該差不多 快要好了 好的 那我們就再稍等一下喔 那我稍微有點砍一下 那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把它稍微砍一下 那我們在家裡要拿的時候 記得還是要拿乾布 因為它的濕布的話 它容易透過 所以會比較容易燙到 那我們要小心 小心 小心燙 它上面看起來好像是蛋糕喔 它烤起來會有點像我們的虎皮蛋糕 就是顏色會有白黃黑 就是這樣 像褐色這樣子 它看起來就是很像那種虎皮蛋糕上面那個 其實看起來已經很像有起司 但其實還沒有齁 對 現在這個目前的話 它是還沒有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撒上一些起司吃 我們可以再來烤第二次 那起司的部分 我們稍微把它敷的均勻一點 那它烤出來的話 也會比較漂亮一點 太醉了 你把起司全部都放滿了 鋪滿一點的話 它烤出來的話 會比較漂亮 你光是看這個畫面 就覺得不會在家裡出現 比較不容易出現 對 比較少 因為我們在家裡吃的話 不會浮到那麼多 那我們接下來鋪完的部分 我們就準備進去烤箱 再烤第二次就可以了 那第二次要烤的時間大概是 應該不用太久吧 它不用 第二次的話 大約五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好 那像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隔天要招待客人 我們先做第一階段起來 冰在冰箱放 那這樣子加入起司 要去烤第二階段的部分 時間可能就要再長一點 因為我們的麵體是冰的 那如果說是 比如說在冰箱放 隔夜的 千層麵要進入第二階段 會建議要烤幾分鐘呢 我們可以 烤的時間稍微 先把它再放進去 回溫一下 那一樣出來 就是再烤上起司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 一樣先進去 但是就是時間不用擺太長 對 就是先盡可能 讓我們隔夜的千層先回溫 不然一開始加上去的話 起司它會烤得太焦 那裡面還會是溫的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分兩個階段 來做這個千層麵的話 要注意的一個小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就等三 三到五分鐘 太香了啦 它加上那個起司的香味 整個變更濃郁 因為原本我們是白醬 跟肉醬的味道 然後加上起司 因為它原本雖然有起司 可是被包在那個千層麵下面 然後剛剛放了一大堆上去 我可以吃了嗎 稍等一下 還要再等它一下 因為它現在還很燙 稍微讓它冷卻一點點的話 我們切起來的千層麵 它也會比較凝固一點 不會說馬上就塌掉 然後大概就等個三到五分鐘 讓它稍微涼一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千層麵烤出來像它這樣 有一層金黃色像這種剝膜 這樣它會有層層麵的時候就好了 那我們再依照看我們想要吃多大的 去分它的等次就可以了 像我們今天就簡單切一下 這樣下刀 那它千層的部分呢 它會比較糖 而且上面起司也會比較難切 那我們就慢慢切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烤好的切成的部分 把它拿過來 什麼盤就可以了 什麼看起來很漂亮 它真的有那個一層一層耶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樣就有那個一層一層的感覺 超香的 所以我們千層麵記得要做多層一點 不然的話太少 它會看起來非常的小一塊 其實我們這樣切出來的分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大概可以吃這樣子的分量 其實像這樣一個分量的話 是女生小鳥味 他們去吃是也一定夠的 那我今天做這樣一大盤的肉醬千層麵 我是使用了我們貝博街肉醬的三分之二而已 就可以達到很多人去吃 那因為我們加上起司 所以它容易讓人是大盤 只不覺得就吃了多一點 再看看 那因為這邊其實只有切了四分之一出來 所以用量其實是非常的節省 那主要是還原這道派對萬用的千層麵的料理 只需要我們貝博街的波龍拉肉醬 想要知道更多怎麼樣應用我們的波龍拉肉醬製造出創意料理 趕快關注我們 並且留言告訴我們你們想要知道怎麼樣的料理 那我們今天謝謝小鳥主廚 謝謝大家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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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